田长在孝公的怀里撒手而去 君以国事代我 我当以国事报之 记下名士用一枪热血 向各国世子表露了心声 秦国眼下虽然穷弱 但有这样一位胸襟似海的君主 秦必大出于天下 秦孝公决定以上卿之礼 安葬田长于渭水之畔 然后转身面向全场世子 坦诚真挚又不甚惋惜 满场世子再一次被感动蛇伏 一位中年世子更是汗颜道无地自容 哎 俺们入秦不是为了黑球前令 给秦宫添堵 俺们离秦并非不想给老板打工 实在是俺们无能啊 水土不服 还吃不了苦 孝公不禁一笑 周游列国 世子封上 入秦离秦 寻常得很 十年之后 赶请诸位先生 重邀秦国 假若秦国一战贫入 赢许良 当赴京请罪于天下 大灾秦宫 大灾秦宫 至此 田长剖腹自尽 世子争相离秦的风波 总算得以停息 秦孝公在这次强烈的冲突面前 不仅显露了 忍辱负重 决意强国的心智 而且身上更散发出了 在骤然事变面前 稳如泰山 刚毅果断的高光 但这种高光啊 依然无法驱散 孝公脸上的阴云 求贤令能否取得正果 关键看有没有大财 但从这番折腾来看 似乎并没有 那个被寄予厚望的魏央 除了迂腐狂妄 还因为他的对策失败 引发了招显馆流血事件 不过呢 景监还是舔着脸 向孝公开了口 陈斗胆 相信君上 再听魏央一回 也就是你景监啊 好 要是不死心 我就再听一次 景监大喜过望 他对魏央的才华 仍抱有幻想 而且此前 关于魏央逃回魏国的流言 他也已经查到了蛛丝马迹 流言从梅县处 梅县先林赵康 是甘隆的学生 度质之前 却没些巡视过 孝公已经明白 从赵康到杜志 再到隐藏在幕后的甘隆 他们表面上排斥的是魏央 其实呢 根本上还是排斥 他赢去梁的求贤令 在求贤这件事上 老甘隆团伙 一直不动声色的拖后腿 这回孝公也决定 同样不动声色的 让特使黑伯 给老甘隆团伙敲个警钟 而孝公的手段呢 也很高明 上大夫甘隆 年高得少 通晓礼仪 着其领长使 内使 中大夫 操持记下名士 田长之葬礼 这段话用语很文明 用意啊 却很严厉 这上大夫甘隆 年高得少 通晓礼仪 翻译过来啊 就是你老东西一把年纪了 别给脸不要脸 你要充满感情的 把田长的葬礼办好 把求贤令的大旗立好 再搁后面打横炮 我立马把你搞 老甘隆当然知道 国君这是在借田长的事 有意点他 于是呢 只好老老实实奉命 而黑伯刚走 甘隆的笑天犬 就立马跑来了 心机最深的人 搞人从来滴水不漏 搞事也是很有一套 他叫甘隆 求贤令颁布后 列国世子入秦 他担心地位不保 就暗中跟国君营去梁 对着搞 于是呢 他先请命 列氏勋臣子弟补缺 把秦国公务员的编制占满 让那些入秦的萝卜没有坑 然后又由这笑天犬杜志 四处狂吠思咬 说世子们都是草包傻屌 但营去梁也不简单 甘隆阴谋使坏 他扬谋接招 而这种高手之间的暗中交锋 也让斗争经验 处在初级段位的杜志有点懵 这历史薰臣的子弟 都补了五只丝吗 老师为何不让长公子甘城补官 甘隆闭着老眼 一副稳如老狗模样 老夫不凑热闹 这杜志满脸疑惑 他感觉甘老师又跟那装差 可他哪知道啊 甘老师之所以是甘老师 那是因为人家向来是杀人不见血 骗印不沾身 拿补缺这事来说 老甘龙有意让别家功臣子弟上位 自家儿子却白身一个 目的就是躲得远远的 营造出一种出于攻心的假象 更是给营去梁放个烟雾蛋 宝子 我可是为秦国为大伙办事啊 绝不是为了我自己 更不是为了给你求贤令捣乱哟 可以说甘老师算盘打得精打得细 但他却有一样东西漏算了 那就是国君营去梁的才能 这位国君在招贤馆风波中 以坦荡的胸怀和极富魅力的人格 征服了那些鄙视秦国的外邦世子 而最具代表性的事件 就是田长剖腹自尽 杜智觉得这很虚 因为不管田长给求贤令 带来了多大的光辉 更不管国君营去梁 对田长的葬礼有多重视 这都掩盖不了一个现实的问题 求贤令是干嘛的 招能人 招到能人了吗 好像没有 就比方说 连那个神秘兮兮的胃秧都念了 还会有能人 没有能人 就意味着求贤令破产 就等于咱们反对求贤令的斗争 已经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了呀 要说呀 还是老干龙目光深远 他隐约感到那个 看似狂妄于腐的魏央 并没有显露出真面目 因此反对求贤令的斗争 还远没有结束 就在招贤馆风波的第二天 魏央终于等来了 与营去梁的第二次对策 为了这次面军啊 警监反复叮嘱魏央 一定要拿出真正的治国长测 不然别说你魏央 就是我警监 以后也没脸见国君了 而这次魏央能打动营去梁 一举成功吗 这是魏央与秦孝公的第二次对策 第一次王道主张失败 这次魏央就换了道菜 秦孝公一听 按孔老夫子这一套 我们岂不是都倒退到夏商周三代了 魏央赶紧辩驳 魏央教化民众有方 可是秦国成为文明礼仪之邦 魏央话没说完 景监就感觉有点不妙 孝公很快指出 我们秦国这都破衣烂衫 食不果腹了 你还跟我讲文明 讲文明能当饭吃 君上也不惜人称理智 秦国当行无为之道 老子 老子是天下奇才 道家之血将流传千古 小国寡谜 南庚女之 官府缩减 军兵归田 从而名副过安 如果能这样 君上定能名动天下呀 孝公看着魏央 跟那一本正经的 比划着四个手指头 牙根都痒了 我说魏先生 你还没睡醒呢 现在啥国际环境 大战连绵 雪火纷争 人家东边跟那摩拳擦掌 随时想搞你 你还缩减官吏 还让军兵回家种田 还说什么名动天下 更加迟淡 一国之军 听任国王民赛 还想只顾猎取一己虚名 这是哪家的微君之道 君上 景监呆若木鸡 尴尬的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想追孝公吧 没有脸 想说魏央呢 没意思 只有板着脸生自己的闷气 突然间魏央却仰天大笑 爽朗兴奋之际啊 景监已经弃成了表情 你君有病了 感情内事可产一许 魏丰古玉里 被坑了两回的景监 铁了心要跟魏央分手 草包 啊 今日最后一银 只有此两千 眼看景监要走 魏央才终于说出 两次对策失败的理由 大凡稀释真奇 绝不轻易识人 首先要选准目光如炬的识货者 而试探买家的秘诀 先是烈货 后处真奇 景监不以为然 哼 你先是烈货 那不把买主吓跑了吗 买主赠物烈货而走 意味着什么 赠物烈货 必定可求真奇啊 景监内心重新燃起希望 决定硬起头皮 再帮魏央一次 这次是烈货 还是真货 买主实得烈货 真货自然就到 最后一次 你好自为之 魏央用真货烈货的比方 劝服了景监 不过呀 他不断给孝公展示 王道人正无为 这些烈货的深层原因 恐怕只有他自己 才更清楚 他的真货呀 叫推行法制 不同于之前的烈货 推行法制 必须要国君支持 而且要坚定不移的支持 君臣始终要同心同德 这是极高的要求 也是极难做到的要求 如果做不到 法令难以统一 变法很难见成效 而更为残酷的是 列国变法的道路 无一不铺满了鲜血 韩国身不害 还只是整肃立志 就已经血雨腥风了 更何况天翻地覆的彻底变法呢 像秦国这样的赤贫国家 除了强力法制 没有第二条活路 但真当法制排山倒海的 推行起来后 被触动的既得利益者 肯定会地动山摇的 疯狂反扑 假如没有同心同德 力挽匡澜的君臣相知 变法者自己 就会在混乱的动荡中 死无葬身之地 那个时候 还谈什么强国大制呢 理解了这些啊 我们才更理解 魏央在前两次对策中的 百般试探 因为这注定是一条 充满鲜血的荆棘之路 是一个严肃 甚至沉重的选择 秋双已起 在孝公西行巡视的船上 魏央带着他的真货 郑重做出了选择 但这次却是孝公开了场 秦孝公详请魏央任职太守 但魏央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 只是望着清冷的河面 一句句说出了 秦孝公日夜所思的大事 也一步步展露了大才本色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来一波关注点赞评论 你的支持是古道 吃就动你